在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后 所以总统候选人的民调如何 那请特报主播柯贝轩 带我们了解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28号宣布独立参选总统 首先他要面临到的 第一个关卡 就是要来冲高 联署输的分数 那依照选霸法的规定 联署的人数门槛 必须要达到最近一次 立委的选举总人数的 11.5% 也就是说 必须要超过29万人 才算通过 那我们要来看到 四位参选人目前的支持度表现 这是三立新闻网 最新的线上民调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 目前的这个站是领先的 占了是38% 至于日前才宣布参选的郭台铭 支持度有28% 再来是柯文哲 是小叔郭台铭四个百分点 侯友宜则是以10%垫底 那我们刚刚说到 郭台铭如果要拿到 2024的总统大选门票 联署输的分数 必须要超过29万人 那日前呢 担任这个主流民意大联盟 兼这个郭台铭 联署总顾问的黄世修 他今天受访时就表示说 9月中一定会来推动联署 如果说10月底整合成功 那么11月就不一定会送件 他也强调说 联署是为了促进 再也整合 因为其他两位参选人 都有政党的门票了 而且这个战略就是且战且走 那我们也整理了外媒对于郭台铭参选的看法 首先来看到日本时报提到说 郭台铭为了避免台海冲突的计划 主要是说服北京当局打消念头 这方面来下手似乎是有点天真 那至于是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也直言说 可以肯定的 如果郭台铭继续选下去的话 在野阵营无法促成任何形式的整合 那么赖清德保证会胜选 那至于这个经济学人同样也点出说 不认为郭台铭打算选到底 而是他在引发参选人的焦虑 促成蓝白整合 至于美联社跟法新社 也同样都是不看好郭台铭胜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